第2的七体 利用附图装置 要在铁区的钥匙表面度一层心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是一个电度 我们知道电度的时候 你度物要放在正极 然后它那边是金属会变成金属离子 这里要度上是心 所以在芯片这里的反应就是心 会变成所谓的心离子 心离子 然后被度物要放在负极 那么就会产生从金属离子变成金属 铁钥匙上面度上成心 所以铁钥匙的反应是 我们的心离子 会变成心 会变成心 那么这边我们看到 我们的 右边 我们会产生心离子 我们的左边 心离子会消失 所以一边生成一边消失 所以心离子的浓度不会变 所以呢颜色不会改变 所以选项A说会变深 选项B所谓变淡都是错的 事实上 这一题如果 如果 我们就算这个心离子的浓度有变化 答案还是不会变的 原因 因为硫酸性是无色的 深深的无色是无色 浅浅的无色还是无色 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硫酸性的颜色 都不会改变 然后我们从我们写的反应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 钥匙的反应是心离子 心离子会变成心 那么芯片的反应呢是心会变成心离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 二十七题的答案呢 我们该选的是珠 二十七题问 要在铁匙的钥匙上 杜上成心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珠 通电流时 芯片的反应为 新产生心离子加上电子 都会议转变成心离子